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鞠躬在鞠躬文化部长郑立军代表台湾政府向顺天堂药厂许鸿远的第二代表达由衷感谢 让这批离乡背景长达半世纪的台湾艺术品从美国回家了 游政部长总长接下来代表着对台湾艺术文化建设的期许 位于加州尔湾的顺天美术馆收藏从日治时期到战后台湾 甚至当代美术包括陈陈坡 林支柱 杨三郎 李梅树 廖继春 洪瑞玲等人的精彩作品可谓横跨整个台湾美术史 我想徐董事长今天无私的把它捐赠给国家 也是希望来召唤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合作 来为我们下一代建立完整的一个文化的记忆 顺天美术馆创办人许鸿源夫妇收藏台湾名家作品 遗愿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台湾变得更好 时尚最大规模无偿捐出六百五十二件国宝籍画作 重现故乡台湾无私令人感动 中秋前夕顺天典藏返香回家 是重建台湾艺术史的重要拼图 我为什么要播放这个新闻呢 我曾经在美国读书跟工作15年 除了在研究所读书以外 事实上长期在洛杉矶担任这个媒体工作者 包括这个文字媒体跟电视公司 我经常就去拜访许鸿源博士夫妇 她是顺天堂科学中药一个制作人 她经常邀请我到她家就看那些画 所以我跟她结言 甚至我还写了非常多的访问稿 第二 去年11月文化部长曾经经部长 在我们这个节目接受专访 就说要把许鸿源先生 他所收集的这五六百幅的话捐出来 果然没有错 所以这是跟我们节目有关系的 个人我觉得我非常感佩许鸿源博士夫妇的 他们的后一代 把他捐给国家 你看他怎么说的 陈仁波李美术画作回台湾了 顺天美术馆馆长说 判新一代定义 台湾人是什么 问得真好 台湾认同是什么 我们是香港人 我们也是台湾人 听懂吗 我先说我们是香港人 我们当然要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认同台湾 我很高兴今天郭台铭先生下飞机 我特别注意到 他过去没有讲到 他只讲保卫中华民国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 下飞机以后 讲了四次台湾两次中华民国 各位特别注意 这样才值得别人尊重 六百五十二件珍贵典藏捐政府 顺天美术馆董事长说 因为对台湾有信心 讲得真好 有信心嘛 我相信他不会捐给香港吧 不会捐到北京去吧 为什么捐 因为对台湾有信心 如果许红颜 弦康丽跟他的后人 对台湾有信心 请问 我就请教每位观众 你对台湾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而且还有希望 还有爱心 他们都是陈陈波 林之柱 杨三郎 李梅树 廖继春的作品 每一幅画都一来一去的 在这个国际拍卖市场 尤其是两位 陈陈波跟廖继春 都一一起跳 信赖币 我们知道这市场吗 你看文化部长他哽咽 他做到了 然后呢 陈立波先生 上过我们节目 陈波先生 长孙还有李梅树之子 李景光兄弟 等都参加了 都是我们节目的常客 谢谢你们 你们都把你们伟大的 先人的作品保存下来 因为 要营造台湾人的信心 我为什么 旅次在节目讲这个 文明呢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他说的 Kennies Clark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如果许红颜先生 他的后人对台湾有信心 请问 我要请问每个观众 还另外一位观众 你有信心吗 有吗 好 我们今天 要说刀兵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刀兵 你看我今天穿这个 cosplay 你看我今天穿夏季制服 夏季 那个佐龙也是 cosplay 我跟佐龙说 我下次 我今年底前要逃 奥图曼图和其帝 我看你要帝什么 没有了 我要给你扣 还是埃及兄弟会 要给你扣 看你怎么包 我们要记忆的战争 历史记忆 以及文化在线 是捍卫台湾主权 独立 以及尊严的最前线 我们重新建构 当代台湾人的历史文化 话语权 各位 在人体里面 那个味蕾 就是历史文化 话语权 味蕾 我想就南乡兵士 我想就刀兵 三四的兵 你要把补 补一下 把补 来 佐龙 你是怎么要吃凉的 吃凉的 你不是 你不是看辣台妹吗 你不是吃辣的 我没有吃辣 我吃凉的 你不是吃凉的吗 吃凉的 但是现在夏天要吃凉的 好 刚才胡大哥提到对自己的认同 对自己的认同 其实他的来源是来自于了解自己的历史 所以台湾是在亚热带 还有在热带这个当中 天气很热 所以日本时代 那时候的人应该不会热 同样会热 应该要吃凉 要的 所以二零七博物馆推了 这一档 现在正在展览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赶快去看一下 吃凉 再用蚝蚝来念 不是食凉 食凉听一句怪怪 吃凉的特展 那么台湾整个 我要先讲的一段 跟历史比较相关 台湾整个自兵 因为吃凉 凉的一定有兵 这兵自兵当时开始 1896年 日本人 离拜后第二年开始 而且地方很特殊 郭大哥在仿寮 台湾的第一家自兵厂 就是台湾自兵诸事会社 那跟南无西点登陆有关系吗 跟他登陆没有关系 但是当时的兵 主要不是要拿来吃而已 要冰冻一些渔货 准啊 他要冰冻一些渔货 所以他会在仿寮那个地方 但是同一年李春森先生 他跟英国的商人 他们也合资在大稻城的建仓街 就是现在环河北路那边 也开了 也开始制造冰块 他那个就是要来吃的 所以冰其实有这两个 那当时都是用冷冻压缩 制冰机在制冰 那么各位看到这边 这个show case 刚才给大家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非常特殊 我们看一下镜头可以take近一点这个地方 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台湾博览会的时候 所展出的这个制冰柜 制冰柜 其实这个制冰柜当中可以看到 有三种不同形式的冰柜 那这个当中 其实各位可以看底下这边 导播可以take往下看 这个底下的台座居然是大理石的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冰果专家 那个淑月小姐说 这个是真的是高档货 所以这些个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 所展示的这个制冰柜 那么台湾第一间制冰 工厂刚才有提到是台湾制冰 他在一八九六年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在一九二八年已经改成 因为经过速度的整病 台湾制冰后来被这个 其家都被这个这个这个合并 合并成为大日本制冰 大日本制冰 这个地方在哪里 凹恰逃 就是台北车站的后车站 就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原路 那一带 那么到了一九二零年的时候是台湾 制冰界的战国时代 大大小小的制冰工厂互相整病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的那个书 东宫行旗当中的这个台北车站 第二代台北车站 第二代台北车站的 可以take it近一点 后方这边有一根烟囱 这个烟囱呢 就是当时大日本制冰 那个时候还叫台湾制冰 他的工厂的所在地 所以看的可以看得到 那么在大稻埕地区 从1898年开始 快开始在大稻埕地区出现了冰淇淋 这个东西 所以ice cream 冰淇淋这个东西 其实1898年在大稻埕就开始 我知道冰淇淋是上海化 翻译成冰淇淋 对 台湾人要怎么说冰淇淋 当讲日语 就是ice cream ice cream 当然是外来语 也是英文 ice cream 冰淇淋是上海化翻译 ice cream 对ice cream 然后在1911年的时候 1911年的时候 你刚才说上海化 刚才吃了多少 1911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正在举行冰淇淋大战 所谓冰淇淋大战 意思是什么 大家都在小吃ice cream 就是小吃冰淇淋 那么1911年是 在对岸发生什么事 辛亥革命 对 所以他们在举行 我们在吃冰 那边是火 这边是冰 对 冰火 这个很有趣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台湾日新报上面的报导 他说 当时在大稻埕跟这个蒙甲地区 大部分在卖冰的人 多达营业者 超过五百个 五百家 大部分都什么 这边写无建杂 就是没败的 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摊贩 摊贩以外还有什么 警察来找的那种摊贩 本地在买菜 在卖菜的 在卖鱼的 还有人力车夫 因为冰淇淋太好赚了 大家都跑去买冰淇淋 所以大稻埕大概有三百家 蒙甲大概有两百家 大家都小吃冰淇淋 所以那当时冰淇淋真正店面第一品牌是哪里 这就是李火珍所拍摄的这个台湾骨血症上色的光食堂 他在这个城内 也就是台北市的博外路 这个衡阳路那一带 还有大稻埕 现在目前南京西路跟长安 这个南京西路跟延平北路口都有这个光食堂 他们最大的名产 刚才胡大哥问说 那准备做啥 可以看到这边 写得很清楚 Ice Cream 就是在卖冰淇淋 这是当时的第一品牌 好 那么除了冰淇淋之外呢 其实当时店家还有卖什么 其他东西 美国人说的柠檬水 日本人说就是我们后来发通声的淡珠汽水 淡珠汽水也有在这个这个这个冰果室 或者是食堂里面贩卖 冰咖啡 然后这个淡珠汽水 还有苏打水 当时不叫不叫苏打 不是这样冰淇淋 或者冰淇淋 潮潮的潮 到达的达 它不是沙打 所以从那个地方来的 从那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沙打水可能是香港人的 这个我要考证一下 我在猜是之前从香港过来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我要考证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台北高等商业学校 1928年照片 在这个这个食堂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都在喝的什么冰咖啡 冰品 那么很有趣 这个每一个人都拿着什么 塑缸 吸管 你可以再静一点 现在是尽量大家 我要爱护地球 不要用吸管 那个时候都是拿着吸管 请问那吸管是铁的还是塑胶的 我那个时候 塑胶制品 PVC应该还没有 我这个应该是纸的 或稻草 应该是 有人称为麦管 所以用麦子的那个 就是大麦的管 然后后面呢 等一下我们苏文教育会介绍到 各位可以看到这后面 食堂的后面 这边有一些水果罐头 水果罐头跟食堂 跟吃冰有什么关系 等一下会跟各位做介绍 最后 中原普度 罐头塔 好 李火针拍摄的原缓 大道成原缓的一家 卖糖水 汤水 卖糖水的摊子 各位可以近一点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像是苹果汁 这样子的东西 有像是这个菊花 菊花茶这样的东西 看看它旁边的精致的这个咖啡碗 咖啡碗跟红茶碗 这个看就知道非常非常的 这个属于高档货 后面还有糖奶精这些罐子 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我们take上往上 可以看到这一个东西 各位可以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十年前左右开始在台湾大流行 结果在李火针 1930年代 40年代照片已经有了 冰滴咖啡 这个 很贵 一杯最后两百多十块 上次吴大哥有请我喝过 我知道 就是这个价钱 没错 林口是250块 在台北下来五百块 一杯五百块 冰滴咖啡 这样就有了 所以 李火针照片 会透露出非常非常多 惊人的细节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 真的 台北市的室内冰滴咖啡 五百块 林口是 林市对面那一家250 比较便宜 你们可以 专程来 林口喝冰滴咖啡 因为最近很热 每天晒六七度 我就到山井散步 散步就会渴 我一定去度老爷 我只要在那边一站他 就卖给我度老爷 我每天都 所以最近有点胖了 各位 我以为我就跟他们留熟了 我以为杜老爷是外来品 是台湾本土品牌 原来陈辉龙先生 南洋回照 那个陈辉龙会长 辉龙在天的辉龙 他引进哈根达西 后来还松植了 他开始研发 那他不能叫哈根达西 哈根达西丹麦文 是丹麦 哈根达西丹麦语 然后后来不知道哪一国变进来 然后陈辉龙会长佩服 他研发把哈根达西丹麦 变成本土化 变成杜老爷 杜老爷 杜老爷 原来是跟你一样 台湾有冰淇淋大战 有道理 刚才提到这个大日本制兵 今年也是 现在连小七都在卖 超商都在卖冰淇淋大战 所以我可以了解 大日本制兵 有一次我到日本营座去 我讲过一次再讲一次 我到营座看到一个出卖大日本 我看出卖大日本 原来是本日大卖出 王小小 你看日务 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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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馆长 我们这个馆长是没有刺青的馆长 但是那个馆长是卖鸡肉 他是卖心理肌肉 心理肌肉 这个可以 肌肉肌力量力 心理肌肉 好 来 你到底要卖什么心理肌肉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我们迪化207博物馆 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要推广台湾的生活文化 那究竟是要推广什么样的生活文化 就是假粮 其实台湾是位于一个雅勒代的国家 那吃兵这件事情 绝对在当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怎么说呢 在夏天的时候 台湾的高山并没有冰块 那我们必须要去日本的北海道 坐船过来 或者从香港运冰块过来 所以那时候刚刚佐隆哥有讲 就李春生先生 那他就开始有了制冰场 台湾才开始吃冰 那我们怎么推这一次的展览 大家可以看到迪化207博物馆的外观 我们把它打扮成一个冰果式的一个气氛 跟那个氛围在 对 那我们也把我们家自己的招牌 变成207冰果式 那其实这个招牌的意象 是跟我们台中的一个叫做 沙漠热冰果式借来的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家的招牌就长这样子 那希望说让大家可以回味成当年 那甚至可以更了解台湾的一个生活文化的部分 那天气很热这件事情 究竟要谁说了算 这种不是说 就是你说夺了就夺了 台湾的气候所一直要到1897年的这个温度 才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记录 那这个是位于台北的那一个气候 策后所的一个图案 那什么时候台湾有39度的一个高温呢 其实在1914年跟1927年都曾经有过39度的高温 那也让我们开始很好奇说 在这么热的天气 在日治时期大家如何度过 除了吃冰之外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可以用电扇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电扇的请用须知 是在1913年的日记信报上面所写的 好啦那他这个须知非常的特别啊 就是说呢因为当时的电扇都是用进口的 所以他会跟全台湾的那个导民说呢 请大家不论新式旧式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那请大家就是有用就好了 因为呢我们今年呢 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新购呢 只有220台而已 那其他的呢除了不能运转的 所以备品有限啊而请用者无限啊 所以请跟大家讲说电扇在当时是非常的昂贵的一个物件 而且要申请哦 好了那到了1931年的时候啊 也经过了大概差不多20年的时间 这是台北的那时候夏天的新风景 一样在日记信报里面上面有刊登 他就告诉我们说哇电气囊要出动 因为他开始要整理这些电风扇 所以在当年其实电风扇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 好那这个就是外服嘛 就是要外服内用才有办法度过这个眼下 好啦那现在要来讲内用的地方呢 刚刚佐隆哥有讲到那一个李春生的事情 好那这边的话就有写说啊 这个殷商那个贺里纳君 那个特殊薪财呢 决定呢跟李商春生呢 来那一个设冰场 那所以呢大家过不久之后呢 在迪化街这边呢 就会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个可以吃的冰场了 是在这个时候的事情 那在展场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得可以看得到的 日志时期的一个冰桶 那这个冰桶的话呢 其实是要透过着扁蛋 跟刚刚佐隆哥的那个摊车比较不一样 它是冰桶是挑着要去街上卖冰的 那随着时代的演进呢 其实民众比较有感的的是 在差不多呢 1940年代的时候的这个卖冰的冰车 那这个卖冰的冰车呢 前面呢会有两个拔布的冰桶 那后面会有一个橱柜 那橱柜上面会有放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卖冰是那一个拔布拔布的声音 但是以前它是铃铛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亮亮亮亮亮的铃铛 或者是那个那个摳罗摳摳摳的声音 所以拔布这件事情是比较近代 以前卖冰的声音其实比较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 台湾人的最爱 就是呢我们在买冰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少少的博弈的游戏 那安琪今天带来的我们展场展现的 这个是比较后期一点点的 它是电动的 就是我们可以跟老板比一下就是几率的问题 等一下10块呢 那个江淑园那边会有一些那个冰勺的大小 那看到大 好还有一个叫地霸王 还有一个天霸王 这什么意思呢 台湾的冰勺的尺寸非常的多样 那这个就是 跟老板之间的大小之争了 好 那除了这些民间有趣之外呢 我们在展场里面呢 还有一些像是比较早期的 像这是鸡蛋冰的冰模 这个鸡蛋冰的冰模 我小时候吃鸡蛋冰 现在还有吗 现在比较少了 对已经是塑胶冰模 我为了要消息小时候的鸡蛋冰 那有没有有一种 那个阿鲁米的味道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对因为它冰的时候 就是那个味道都会冰进去 有些人就说非常怀念 那种不见那个早期的味道 好那展场里面还有什么呢 因为来到迪化二零七周 因为我们只有门口卖冰棒 但没有卖这么多的爆冰 所以我们集合了全台五十家 古早味冰店的资讯 对大家回到自己的家 或者是到迪化街附近 都可以找到这些 那在展场里面呢 我们还呈现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冰店业者的一个桶 什么叫做桶 就是民众每次去买冰的时候 四样刷冰都会乱点 例如他指着红豆叫绿豆之类的 好那冰棒那个冰店业者 他们就说安琪迪化二零七到半 这一次的展览 可不可以教育我们的民众 就是买冰的配料 名字至少要叫正确 所以我们展场有这五十样的冰的配料 大家可以到展场来 我们后面呢有那个中英说明 正面有图片 可以考考大家 以后呢去吃冰的话呢 就可以了解一下冰的配料有哪些了 每次去我的老板给我乱点 都够了 是你没有指导 所以冰店业者就会 像我们这个世代战后世代 19560年代其实没有娱乐的 我记得我家住的巷子里面有个制冰厂 只要每次那个冰块 好像六滑梯滑下来 有没有 那个跟现在那个大皮箱一样滑下来 然后滑下像六滑梯滑 然后一个人会拿那钩子把它勾住 那个技术好厉害 每次冰制冰的时候 人山人海小孩子在那边看 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 你还有 那是一种五六年代 台湾贫穷时代一个街头巷尾 一个最大的娱乐 看那个冰像滑下来一勾 那很厉害 你会记不 你看那个时代 那现在呢 现在到小七什么都有 而且还竞争 来 南乡冰寺 我们台湾 米叶 茶叶都有三代到五代 人家冰也是第三代 南乡冰寺 如果用英文叫做江淑媛小姐 要英文第三代 南乡冰寺第三代 掌門人 介绍南乡冰寺 大家好 我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冰果寺的文化 那冰果寺的一个发展跟形成 大概是座落在一九四零到一九六零年间 这个时段是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年代 那早期冰果寺的意象就是像这样 那除了卖冰品水果 那还有一些就是切盘跟那个汽水的部分 那我们稍后还要再提到 那这边跟大家提到一下是 冰果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起源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发展呢 那我们可以回溯到一九四零以前这个年代 差不多是在一九零零年的时候 日本政府在台湾是施以一个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 那在水利跟电力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跟发展 也有一些基础的建设 那在产业方面呢 更是以糖业作为一个经济的一个重心 那时候糖业在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呢 就是只要加入糖业相关制造的一个公司工作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不愁吃穿 或者是他可以致富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是就是早期采收甘蔗的一个照片 甘蔗那时候在种植不管是加工 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发展起来的 那差不多到一九二零年的时候 日治时期在台湾的高雄这个地方设置了台铁 糖铁齐尾县 糖铁跟台铁是不一样的 糖铁是主要是载送物质 例如说像是甘蔗 砂糖 或是奇山的香蕉 大树的凤梨或是美濃的烟草等等 原本是提供载货用的 那之后呢就开放载客 那图片这个地方是它的起站 也就是大树九驱堂的糖铁小火车 那它在1928年的时候开放载客 这是它的这个这个就是五分车 我们俗称五分车 它是算小车跟现在的台铁的轨距 大概是现在台铁的轨距的一半 所以就叫五分车 那从九驱堂站设到奇山站这边 因为车站的一个建设 然后所以就是带动地方上的一个繁荣 那地方上的繁荣 就有一些人潮聚集 以及商业活动都会在这边去行程 那早期南乡第一代呢 我的外公他会手提这个木箱 其实这个木箱非常的重 就这样开始就非常厉害 就是这个箱子吗 这个是妇科版的 那就是说我们原版的那一个 现在是在二零七这边做展览 那如果要看他本人的话 就要前往二零七这边观看 那早期的木箱 他是用块木做的 那阿公他就会手提这个木箱 里面插满了车边 车边模型长这样 车边模型 早期的模型 其实没有现在这么多花俏的一个造型 然后他的就是四角形也很明显 然后他也比较细 那早期就是可能几毛块 然后慢慢长到一块两块这样子 早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有了车站的一个发展 那商业活动也在这边兴起 那南乡第一代也去火车站这边去贩售冰品 那每天都来来回回都要往返好几次去贩售这样的冰品 以前糖铁小火车是载人的时候是人潮载客量是非常大的 连通的就是齐山跟就是九曲堂这边 那九曲堂他这边就是也因为也是台铁重贯线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九曲堂站是一个非常大的站 而且就是蛮多人潮就是往来 那因为有商业的活动 那就是人潮聚集 那也在临近的这个大树角 南乡的临近的大树角捷運 大树角火车站这边有建设的戏院 那这个是我们昌乐大戏院的一个外观 那现在这是他这 现在已经没有在营业了 这是过去的遗址 那从遗址这边还可以看到以前的售票口 其实他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对那内部的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上面还有仓业欢乐的一个牌坊 那这是入口处前往戏院的一个入口 那现在还看得到 那他目前还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大家有空可以就是过来看看 那就是提到了这么多 关于糖铁跟产业间的关系 那其实冰果市的发展也是因为像这样子 关于政策大环境的关系 糖铁的建设 种种的因素 所塑造起来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目前在 例如说我们糖铁的沿线 虽然已经测现在一九八二年之后测线 虽然已经测线了 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很多老冰店 至少都有三四十年以上 都还助力在这边 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早期冰果市的一个菜单 早期冰果市的菜单 冰果市不外乎 卖冰品冷饮 水果 水果切盘 以及就是一些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厂牌的汽水 例如说七星大梁滑香汽水等等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那还有这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例如说这是日文写的蜜乳 这是啤酒 以及乳美素 现在的人应该会对乳美素是没有没有印象的 那以及就是说还有下面这也还有鰻鱼罐头 鰻鱼罐头跟冰果市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结合 那就是早期冰果市是年轻男女 就是会约会聚会的一个聊天的场所 那其实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就是啤酒 蠻罐 他其实结合有点像现在的 例如说蛋糕店 咖啡厅 甚至酒吧功能 大家都会前来这边聊天喝酒 聊是非这样子 以前冰果市是一个非常时尚 非常潮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冰果市是很潮的事情 图片这个是在园林的一间老冰果市 那他是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拍摄的 大家可以注意图片里面的这一个先生 他所吃的这个冰 这时候已经有双麒麟了 对 这个双麒麟已经在一九七九年 早就已经进来台湾 所以冰果市之后也是变得非常的 例如说复合式的一个方式 就是呈现不同的冰品 那早期冰果市呢 其实都会设置了一些漂亮的一个 例如说内装 例如说他看起来就是情人雅座 或者是他装潢非常漂亮 那也有分外面的 那外装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早期南乡冰果市的外观 外面走进去里面有一个天井 天井的后面是这个样貌 他是一个后花园 那旁边是小桥 然后里面有流水也养了井里 过了这个小桥之后 后面是情人雅座 就是有设置十桌十椅 然后跟花卉草木所隔成的屏风 是非常漂亮的 那就是以前的 这一个冰果市的功能 所以也会有结合一个功能 是约会相亲的一个好所在 以前人谈恋爱都在冰果市 我爸爸妈妈相亲就是在 今天的南京西路 那家最早的西餐厅 玻璃路餐厅 那时候就像现在在 听说在西娃饭店相亲都会很准 日本实在是在玻璃路 至少50年代 刚才提到卖一罐头 我一点都不压抑 为什么 小时候贫穷时代 进口卖一罐头当早餐吃 配不 我们家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卖一罐头等于是 也不嫁意 包括这个糖厂 我小时候到中南部各地 最喜欢糖厂的冰棒最好吃 原来是跟制糖业有关系 各位 我谈的都是历史基于文化在线 为什么 我还是要佩服 顺天美术馆董事长说 因为对台湾有信心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我特别希望文化部长 曾林金部长 来分享 透过这些话 我们怎么建构 台湾人是什么 台湾人的信心 原来你看 吉他冰的故事那么多 背后多少文化的意涵跟论痛 你如果说成吉他冰 福建人听不到 对吧 对 我想说 河洛的 河洛化 防河洛索 福建福老化 跟敏南是不一样的 国一区 在福建 全集说 那些人落似董事长 那个人高到好像 因为全州有开原市 有东塔西楼 那些人落似董事长 你如果台湾不可能说 落似董事长 那些人落似董事长 那些人落似董事长 对 因为我个子比较高 我小时候的人 落似董事长 落似董事长 我一直来 絕對不说落似董事长 董事长 你福建人不是台湾人 好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各自分享 大约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冰品背后所带 我是在佩服南乡冰事 人家是靠一个木盒 那样走天野 结果創造那么大企业 不简单 旗子冰一支一支 没出一棟豪宅 我好发言 这台湾精神 是 董 好 夏天吃凉 吃凉在旗子冰 剉冰 这衣娃 水果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李火箴所拍摄的 这个台中附近的水果店 它里面都卖些什么样的水果 我们从上面这个地方看过来 香蕉 芭蕉 这个很正常 然后中间这一排西瓜 这边有类似像龙眼 或者是莲霧 芒果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什么 这家水果行 这边排了一排 这个大大的 结果这个是什么呢 是从南洋进口的波罗蜜 波罗蜜 波罗蜜当时 因为一粒这么大粒 是过才这样而已 波罗蜜这么大一颗 一颗波罗蜜 它上面写的价钱 大概是一个老师半个月的薪水 所以进口高级水果 现在日本哈密瓜一个装在组合子里面多贵 以前我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时候 从北海道中西的哈密瓜一颗一万块日币 三千块台幼 对 对 那个时候是更高 那个时候更高 好 最后来一张 刚才 我们苏妍小姐有提到 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冰果市里面有卖米露 有卖啤酒 那啤酒呢 要配什么 配麻的 那个鰻鱼的罐头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实在很奇怪 对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 在台北1928年的时候 台北这个高等商业学校的学生 他们就在喝什么 这边有写 酸米露 南麻米露 这边就有写 所以这边喝的呢 就是这个生啤酒 除了在这个餐厅里面有生啤酒之外 另外他也可以点 日本其实也是叫泡冰 也是也是泡冰这样的东西 里面也是可以加汤圆 按照记载上面都已经开始加汤圆 加了红豆 那么附带一提的是什么 台湾第一家啤酒公司 高沙啤酒诸事会社 今年呢正好创业一百年 这个是值得提的事情 来 看一段 由館长所提供的影片 我们民国19年就在这边 一开始是 今天我卖草药 然后后来才卖苦茶这些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草药为主 然后今天卖草药的养生茶饮 这样子 我阿公日据时代 他整天在这边卖草药 然后想说就是多赚点钱 才开始卖清早茶 但我爸是耳目的 然后后来小学 他就去山上采药 因为那时候都有很多野生的 杨明山的 内湖的 内窗西的很多山上都有的采 我就接我爸爸 刚好我自己的工作想要休息 这样子 然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 清早茶大概五六种 苦茶大概二十七种 但是便秘最强的还是 乳味 乳味的通病效果超强 我这边第一名就乳味 这个就是毛根 毛根 毛根 毛根大家都一样 它是专门帮助毒素代谢 它是帮助它更快透出来 把那个疹子代谢掉 毛根採一大罐 好 你这样开始 因为蒸馏的关系 只要蒸馏过都会变透明的颜色 那它要蒸馏是因为 它是退烧药跟咳嗽药 四五十年前那时候没有药菌 因为老一辈的可能知道 叫尿馏包 因为以前没有药菌 如果我们三星星半夜 发烧感冒咳嗽怎么办 家里就要准备备用药 尿馏的话就是 准备平常的一些药包 五分酥 龍脚散 智痛肝 地骨露这些东西 有 那民众喝就是直接这样吗 这个药本外面也买不到 我是要 你要自己会挑 它里面就有干草的那些东西 在里面 然后挑好之后再倒到 地骨露里面 好 我终于了解 为什么中国当局禁止 中国的演艺人员 来参加台湾的金马奖 因为很多人上台一定会说 我是香港人 我不用遮 不要这样子 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很幸福 我也不用这样子 我还可以吃冰 館长 什么冰 现薄 接下来 因为其实贾良的这个议题 还蛮广泛的 因为除了冰之外 像刚左文哥讲的水果 那清草其实也是 那刚刚影片里面 我们已经有看到 其实在迪化街附近 有一个清草 像在永乐布市场后面 那迪化街怎么会有清草这个产业 因为相传 五月十三 那个城隍爷生日的附近 那时候天气正热 然后来到迪化街的人 因为中山 所以就是附近有一些清草 好 那迪化 来到迪化街要喝什么特别 刚刚有介绍一个叫六仪散的 六仪散 其实他只有在迪化街跟宁夏夜市 这边有两摊的清草店 才有这样子的一个饮品 那他其实六仪散 其实有配有 滑石粉跟那一个干草 然后基底的话就是地谷路 那台湾因为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因地制宜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发展出 属于自己的饮品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要喝风炉茶 这种退会夹凉的东西 要去哪里呢 风炉茶 在澎湖 然后顺便喝鲜冷炒汁 就是每个地方退会夹凉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好那另外一个就来分享 台湾的王老籍 这是在台中 台中呢有一个叫罗氏秋水茶 要去哪边买 听说在槟榔坛里面 都会有 好那所以呢你会发现 台湾的这个饮食文化 其实非常的丰富 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迪化207博物馆 贾良的这个展览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些 请大家直接到迪化街 几段 迪化街一段207号 很好记 迪化街一段207号 有台湾的冰品展 我现在我的媒体或学术界朋友 每个人 昨天我收到一个朋友 他是用蛮牛这样子 蛮牛 注意看我是用民事 我是用民事 我是民事 我是民事也是香港人 我要顺便替民事推销一下 很多 我的美国朋友是用可口可乐 美国人都爱用国货 我觉得就是 我们都是香港人 要这种心理 来第三代的南香兵士掌门人 先把布一下 让我们回味一下 来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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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携带了一些过去冰果市的老物 来跟大家分享 那除了这个木箱 以及上面可以看到 有过去的冰果市所使用的冰杯 以及以前冰果市的配合的厂商的一个就是 汽水的厂牌的水杯 那木箱 这边的话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以前木箱 他是掌握兵的 刚刚有提到 那如果要看他本人 这个是复刻版 是新的 如果要看他本人的话 就要去二零七博物馆这边看了 那早期是掌握兵去贩售 他常常往往跟刚刚的Babu 然后跟等一下会介绍的铜冰勺 然后以及就是 刚刚说的就是说 这个去做一个保温的效果 那他是 就是以前都会跟那个脚踏车 例如说或者是摩托车 然后或者是手提到附近的商圈去 去贩售 那玻璃杯的部分就是他的气泡 早期制作玻璃技术比较没那么多 所以就是说他常常里面会有杂质 或者是他切割面 比较不完整的部分 都可以在这个老物里面看到 那在这边跟大家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铜冰勺的部分 早期铜冰勺是用这个手工打制的 要用就是气力 血泪 然后去把它去完成 这一个作品这样子 那今天特别攜带 还有不修钢制的 就是现在的冰勺 那他们两个人就是说有一些就是不同 就是说铜冰勺 他的重要的是他的贴合面 就我现在是 我现在在压他 他里面有一个刮刀 他是从里面把冰刮下来 那早期因为手工制作的关系 所以他刮下来的就是 比较不会有残冰放在那个 他的冰的这一个圆弧形的地方 然后以及手工敲打的关系 所以就是他其实是可以修整的 像这边有修补过的痕迹 虽然说现在的 以现在来看 铜冰勺的一个制作成本可能比较高 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蛮环保 而且就是呈现以前我们台湾的一个 职人精神的一个老物一个东西这样子 好以前的冰勺因为是手工制作的 所以他有修 他可以去修补 像这个大的部分 他这边就有一个修补过的痕迹 在这边 然后以前的冰勺有分很多种尺寸 我手上拿的就刚好是一个 就是阶段不同的一大一小这样子 那刚刚就是馆长这边有讲到 就是说大小尺寸的冰勺 其实有一个跟以前老板博弈的一个游戏的活动 那这边呈现了207这边也呈现了许多的 由小到大冰勺 小的冰勺大概是1.9公分的直径 大的冰勺有到15公分 大大小小都有一个典故 因为林郑月娥特首几天前说 你累了吗 有没有说你们名义人士累了吗 于是我这个朋友很有创意拿蛮牛 因为蛮牛就你累了 好 我要跟你闭一下 我要同学 我拿全世界最大的 我是瞎可能 这够了吧 我有创意吧 请收看 每日一书 我们都是支持香港 我这个朋友 我也讲通了 蛮牛你累了 他在还讽这个林郑月娥 多有创意 那我那个美国朋友听不懂 拿可口可乐 不对 每日一书 我们来宾 你看 苏硕兵教授高传吉先生 林忠葵先生 他们建构台北城中故事 你们上面要写台北道道城故事 你们写台北城中故事 已经马上 他们上我节目开始输出了 台北城中故事 发散了舞台 大抵在清代台北城的范围 涵盖今天的管前路 重庆南路 衡阳路 中华路 博爱路 这些街区在日治时期市区改正后 逐渐展现出现代化城市的月貌 这一代商业活动蓬勃鼎盛 财业图书 银行 药品 摄影器材百货等 百页群积 移应俱全 好不能闹 你我真摄影就在里面嘛 记得喔 館长 你要写一本那个 台北大道城 迪化207的故事 好 迪化207的故事 一年后要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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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出书了 有道理 请问候